现在孩子的课业压力大 除了学校上课之外 有时候还要面对更多的补习 或是才艺等课程 甚至随着这社群媒体的发展 网路的人际关系呢 也成为小朋友的压力来源 一位退休的陈叔叔 他就捐赠了心理疗愈布娃娃 给中部地区的多所学校 希望透过可爱的布娃娃互动 有助于帮助孩子减轻压力 建立同理心 学生们玩弄起布娃娃 看起来相当开心 学生手里的这些布娃娃 是由一位退休的陈叔叔捐赠的 由于他长期关心学校教育 特别捐赠心理疗愈布娃娃 给包括雾峰的四德国小 在内的中部地区多所学校 让学生们感受到心灵温暖 非常感谢陈叔叔 捐赠这么多的布娃娃 今天是到我们四德国小来 它是第一百所的捐赠学校 四德国小非常的荣幸 其实就是娃娃在我们在辅导上 是属于服役类的媒材 小朋友在这边在我们辅导的现场 其实包含了可以给小朋友 比较多的一些安全感 或者情绪上他们可能会比较放松一些 心里很感谢陈爷爷 他送我们这些娃娃 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 他心里平常就是会感到不安 然后紧张 所以他会拿到一些 同学就会送他一些娃娃 然后他抱着 或是他在睡觉午休 还是紧张的时候 他会抱着会比较安心 校方表示游戏的过程中 可以反映出孩子的心里层面 也可以去学习探索 达到自我疗愈的功能 透过可爱的布娃娃互动 有助于帮助孩子减轻压力 建立同理心 尊重他人想法与情绪 那就是在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包含了可能会做一些 像是一些人际的一些演练 包含他可能会投射说 他跟别人可以怎么样子的互动 甚至是有时候会用一些 像是类似伴家家酒的方式 可以让他去练习一下 可能在家里面 他的生活样态是什么样子 那跟家人的互动 甚至是在学校跟人家的互动是什么 那包含有时候也会 让他们练习一些像同理心 校方表示 学生们难免有一些心理调试的问题 这都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给予协助 会将陈叔叔捐赠的布娃娃放在资商市 当同学感觉到心理上有挫折 或需要寻求协助的时候 学校的专任辅导老师 都会提供资商辅导协助 谢谢川爷爷 记者张智颖台中采访报道